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酒吧讲堂 我是李咸阳 很快又到了这个岁末迎春的季节了 那随着一年这样匆匆又过去 当然最重要的 所以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 我们有些什么事情可以三省无声的 不用每日了 一年至少要三省无声一次 那新的一年到底大家整体的运势如何 那应该是非常多听众朋友关心的 那当然不免俗 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在2017年 也就是丁友年 丁友这一年 12个生肖 他们各自的运势又是如何 对每个不同生肖来说 那中国的生肖在世界各国来说 是属于比较东方的一种运势计算的一种方法 那大家如果留意到 在中国啊 在东方流行所谓的生肖 那在西方国家 当然了 现在年轻一辈 也都非常流行的就是这个星座 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分辨一下 当然就会发现 那生肖是以这个不同的年份来计算 然后星座呢 则是用每个月份 这个其中呢 可以感受到的差别 大概就是东方国家 非常重视的是辈分 所以对于不同的年份 他们因此呢 可以轻易的辨识出 您的辈分大概在神像的位阶 那星座 则比较能够看得出来 在同一辈分里面 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说呢 中国人的生肖 重视的是一种 宗族的关系 就是你在你的家族 到底几岁 然后你们可能 彼此的辈分又是如何 那西洋的占星呢 则是重视 在同一个年龄层里面 不同个体的差异 这一定程度 可能就会跟这个文化 跟习俗之间的关系 从中隐约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谈的这个所有生肖 大体上呢 会很轻松的 从不同的层面来切入了 那当然了 第一个生肖是鼠老鼠 那在丁有年 2017年这一年呢 鼠老鼠的人呢 要注意啊 其实在生活中非常多的层面啊 往往会觉得自己 是很容易散漫的啊 然后呢 心思呢 也不太容易聚焦 那我们刚刚讲的散漫呢 并不是说 鼠老鼠的人啊 在这个 2017年啊 会变得非常懒惰哦 而是说 要面对的事情 因为有点 领散 有点杂乱 所以呢 似乎容易把这个老鼠啊 弄得不知所措啊 所以在 面对非常多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往往会 抓住不了 重点 那因此呢 很多应该要聚焦的事情呢 也会因为有其他的 琐碎 的这些杂事的影响啊 因此呢 就乱了一些分寸啊 所以呢 其实会建议 这个 鼠老鼠的朋友啊 在新的一年啊 不妨 帮自己抓一个 比较重要的 形势力哦 把这一年哦 包括或近期 或短期 呃 中长期的计划啊 可以稍微聚拢一下 找到几个 比较重点的目标哦 那 呃 比较有层次的哦 比较有顺序的 来解决问题 可能会比你 呃 随时随地 面对一些 新的问题 但是又没有 呃 好好的去做一些排列组合啊 把这个优先顺序给定位出来 那会来的 好很多 哦 那也非常建议 哦 在2017年 呃 属老鼠的朋友哦 呃 可以安排一下 到国外的旅行 哦 因为看起来 呃 到国外旅行这件事情呢 不仅 能够让你 呃 强迫自己哦 在一些 呃计划上面 能够事先做一些安排 哦 那也对于自己在这个身心的健康上面呢 会因为得到一个好的舒缓哦 因此能够给你呃更多的行动力哦 所以属老鼠人在 这个2017年啊 呃 聚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呢 要特别提到的 呃 属老鼠的朋友 明年啊 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 啊 尤其跟身边亲近的朋友哦 呃 需要呃 注意哦 可能容易因为金钱了啊 啊 或是因为一些实质的利益关系 呃 在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啊 或者是 彼此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 呃 必须要承担的风险了 没有事先厘清的 情况之下啊 啊 因此 呃 产生了一些冲突啊 这个对 呃 属老鼠的朋友来说 呃 也是明年 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 呃 工作上呢 尤其 要小心哦 那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啊 明年 毕竟呢 琐碎事情太多了啊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 非常多的问题的时候 那 很可能因为 这个 呃 心思上哦 并不是 做太好的处理啊 所以很容易 呃 呃 跟 呃 工作上的这些伙伴 呃 或者是 上司啊 容易有一些口叫啊 那 呃 这个也是属老鼠 明年啊 容易或从口出的 一个状况了啊 所以 呃 在这边要提醒 啊 属老鼠的朋友 那我明年不要被 太多琐碎的事 杂乱的事情 给影响了自己的思绪啊 这是 必须要小心的 那 在感情层面呢 明年其实有 呃 很好去经营 呃 自己感情的机会哦 哦 但因为时间上 没有办法好好梳理哦 因此 就产生了不少的问题哦 尤其容易让身边的人 呃 感觉到了冷淡哦 没有留意到 呃 您在 他的身边的 陪伴的时间哦 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哦 其实要注意 因为时间安排上的问题哦 所以 呃 造成了彼此之间呢 有一些 呃 呃 小小的这些摩擦哦 呃 呃 有此可知哦 呃 其实明年在 2017年 蜀老鼠的恐怕 就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对不对 呃 除此之外呢 呃 在金钱方面 呃 明年蜀老鼠的 在财务上的控管啊 似乎看起来不是太理想了 所以要小心自己 在财务控管上面 可能会 有一些状况哦 尤其是 自己的收入啊 是否能够好好分配 那 也是 蜀老鼠 明年必须要 谨慎留意的 好 那 蜀牛的朋友呢 明年 呃 似乎看起来哦 是一个比较能够 除之太难的一年哦 那 由于明年 蜀牛的朋友 在 生活上 在 工作上 那 似乎因为呢 自己能够 抓好 自己按部就班的一些 呃 顺序哦 所以 在于 非常多的一个 事情的安排上 刚好 跟蜀老鼠的 很不一样哦 很能够 把握住 自己的一些方向 那 也很清楚知道 自己在 非常多 计划上面 该有的安排哦 呃 因此呢 反而能够 一步一脚印的 把问题呢 这个 依序来解决 那 在工作上面呢 那 也因为 时间上 分配得宜 哦 在人力上的运用呢 其实 也相当有效率哦 所以 不管是在 朋友 或者是在 身边的 这些 同事啊 亲友之间 似乎 可以 呃 做得到 所谓的面面巨道的状态了哦 那不管 呃 虽然看起来 这个蜀牛的 朋友 哦 明年在 新的一年呢 似乎呢 凡事都颇顺利哦 啊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哦 需要 您留意的哦 那 因为 对 属牛的朋友来说 明年 很多事情 相当得意哦 似乎都能够 超之在即 但偏偏呢 就会跟自己 心爱的 另外一半 产生 非常多 这个 呃 冲突的机会 那 原因呢 可能 会因为 您其实在 非常多的 呃 事情上面 安排的相当的好哦 但是 投入在 这些事情的时间 啊 也会非常的多哦 所以 您身边的另外一半 会觉得自己啊 跟您之间的距离啊 似乎越来越远啊 所以 很多问题 会 可能会因为 您的 时间安排的 太好了 而他却在你的时间 安排的清单里面啊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啊 因此 产生这些 摩擦的机会 呃 也就变多了哦 所以会建议啊 呃 虽然 呃 是在 2017年啊 属牛的朋友 总是可以把 非常多 呃 事情安排得当 但是千万 不要因为 太顺了哦 顺到最后呢 连自己身边 最 亲近的 另外一半 的时间哦 呃 却给 忘掉了 所以呢 对于 呃 属牛的 朋友 明年呢 凡事顺遂 但是需要 记住的 就是不该忘的 哦 千万不要忘 哦 老婆大人的生日啊 还有自己 家人 亲人 小朋友 哦 很重要的 这些纪念日哦 那 千万不要 忘了在 自己的行事 里面上 记上一本 哦 给他们 留下一点时间 哦 这是 呃 对属牛的朋友 明年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那另外也要 呃 特别提醒哦 呃 属牛的朋友 在 明年要稍微 注意一下 这个居家的 安全哦 尤其是在 这个 家里可能需要 呃 用火啦 呃 用电的地方 尤其是要 呃 注意哦 可能会 有一些疏漏哦 那这是 呃 稍稍需要 呃 留意跟提醒的部分 好 那 属牛的朋友呢 明年可能会 有一些偏财运哦 那我们 常常跟朋友说哦 那 您今年有偏财运哦 所以很多人说 哇 那我赶快去签乐透哦 看会这样 这种投奖 呃 那事实上呢 中乐透必须要 横财命了哦 那个想要中 呃 乐透 要有个横财命 跟偏财命 并不一样哦 偏财命代表是说 今年啊 在工作上呢 获得额外的嘉奖 哦 或者是说 如果是呃 做业务的朋友哦 明年比较容易得到 业绩奖金哦 像这样的偏财哦 呃 明年属牛的朋友 呃 是不少的哦 所以 如果你的工作 比较能够有 正财以外的 薪水以外的薪水哦 那不妨在明年 可以呃 好好积极的争取一下 哦 或许 呃 在这块哦 明年的收获费 非常的多 好 那 那接下来是这个 属老虎的朋友 呃 属老虎的朋友 给人家的感觉哦 应该要雄壮威武哦 那偏偏呢 在2017年哦 呃 属老虎的朋友啊 心思 呃 变得细腻起来了哦 那 由于对非常多的事情呢 都相当敏感哦 那 也容易啊 在面对 看待问题的时候 能够从这个 小处来 着手哦 所以呢 因此呢 在2017年哦 那 属老虎的朋友呢 变得稍微 有这么一点 这个 多愁善感起来了啊 所以 在 看待 很多 事情的时候呢 因为呢 比较能够从细节去 剖析哦 所以呢 通常比较 能够看到 呃 非常多 事情呢 一些比较 细微的变化哦 也因此哦 通常比较 可以 在 问题上呢 得到一些 比较细腻的解答哦 所以 如果你的工作的一些 形态哦 特别需要 做这样子 一个比较 细部的分析哦 那 属老虎的 朋友在 明年 其实能够得到 非常好的 丰收的成果 但也因为如此哦 如果工作上 需要一些 特质哦 是需要 大破大理的哦 比较需要 这个乾坤之断哦 必须要你 很有魄力的去 找到一些 问题的一个 切点哦 找到 问题的这种根本 哦 那反而会在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呢 呃 显得有一点点 优柔寡断哦 那 因此呢 反而对 您在 判断事物上面呢 带来的一些 困扰哦 呃 对于 一些 解决问题的方法 感觉到 犹豫哦 可能是明天 属老虎的朋友 呃 比较容易 遇到的 一种状态 那尤其在工作中呢 会因为 许多问题的 所需要做的决策哦 在当下的环境 会受到资源 呃 限缩的一些影响哦 所以导致 自己在做一些抉择的时候 呃 很容易 有一些 这个取舍哦 比方说在工作上 呃 您可能需要 呃 有一个团队哦 但 碍于人力上的配置不足哦 你可能必须要在这个团队里面呢 呃 找到 几位啊 但是又 偏偏又不足够啊 的情况之下呢 勉励来完成一些任务哦 那这可能会对 这个 属老虎的朋友呢 造成一些困扰 到底要选 A呢 还是要选B呢 呃 类似像这样的选择题哦 呃 在2017年也往往会造成 呃 属老虎朋友的一些 呃 困扰 好 那另外 这个 在这个家庭关系上面哦 属老虎的朋友 明年要特别留意哦 如果已经是有小朋友的 要注意跟小孩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哦 会不会因为工作谈盲录啦 或者是说小孩可能到了已经上学了哦 在过去的互动上面呢 慢慢的已经比较减少了哦 可是呢 随着小朋友对外的人际关系呢 可能越来越紧密哦 所以呢 跟家庭的关系会不会因此哦 产生慢慢一些梳理的现象哦 所以 属老虎的朋友明年要留意哦 在家庭啊 尤其在跟子女的互动关系上面哦 是不是应该重新哦 好好去检视一下哦 避免因为其他时间的一个限缩哦 导致自己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哦 因此呢 有了一些呃 疏远 那另外一个 呃 很重要的哦 在财运方面 呃 属老虎的朋友明年呃 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哦 这是可喜可贺啊 尤其是工作上面需要更多伙伴来协助的哦 也容易因为其他人给予你的一个支持跟协助哦 不管是同事啦 或是客户啊 所以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收获或成果哦 属老虎的朋友明年啊 非常适合好好的这种彰显一下自己的呃能力哦 不要忌讳哦 自己好的一面哦 被老板啊哦 被同事所看见哦 以前我们都说嘛 做人不要树大招风啊 但是属老虎的人在新的一年 呃 导致可以好好让自己的专业哦 表现出来哦 让大家可以看到呃 您的能力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是属兔的朋友 那因为呢 2017年是丁友年哦 丁友年是基年啊 所以属兔的朋友在 明年是所谓的冲太岁哦 那 呃 一直都有这个 做太岁啦 或是冲太岁的朋友应该 要到这个庙里啊 去安太岁哦 安太岁 是我们流传已久的一个习俗哦 如果说明年 这个是属兔的朋友啊 你的宗教信仰哦 啊 也是 呃 属于佛道哦 那大概 不用你自己 这个 您自己去安太岁啊 您家里的长辈啊 啊 亲戚朋友啊 可能就会主动提醒你了 是不是要到庙里去安个太岁哦 那 其实呢 每年总会有一个生肖是 呃 所谓的冲太岁哦 但今年对属兔子的朋友哦 呃 冲太岁这一年呢 似乎看起来 还是蛮有活力的一年哦 无论在工作上哦 在生活各个层次上面 其实呢 很能够去表现自我的主张哦 自己的一些想法 自己的一些理念哦 还有自己对一些事情的 呃 必须要去 呃 呃 努力的一些方向哦 呃 在新的一年 其实是很容易打标的哦 那有些人说 哎 不是像来这个 这个 冲太岁的这一年啊 凡事都是要务必小心哦 的确哦 到了冲太岁的这一年啊 属兔子的朋友呢 凡事呢 还是必须要谨慎为上哦 但是这其实并不影响哦 属兔的朋友 在今年其实在各个方面呢 都能够得到呃 相当好的成果哦 但既然是冲太岁了哦 有一些 呃问题 还是必须要注意的哦 首先呢 跟长辈的关系哦 因为属兔的朋友 今年在非常多的事情呢 会比较着重在自己的想法哦 也希望能够能够 遂行自己的意志啊哦 但无论如何啊 当我们希望能够去 成就自己主张的时候啊 也要避免哦 呃 自己所要拟定的方向哦 是否会跟呃 公司的主管哦 会不会跟家里的长辈 之间的意见呢 是相左的哦 如果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没有事先好好的处理 那可能就容易带来 属于这一块的一个纷争哦 那另外一个呃 属兔的朋友 明年在感情方面哦 呃 比较容易陷入一些呃 纠葛的状态哦 我们讲纠葛 并不是说这个呃 容易有什么三角关系啊 是说明年在感情方面 那呃 容易因为自己在呃 处理一些跟彼此之间呢 呃 相互 呃 关心的议题上面了 没有照顾好对方的情绪哦 比方说这个呃 小两口可能想要呃 存钱买房子啦哦 那对于这个买房子 可能预计要买的地点啊 哦 或者是说到底 每个人应该要存多少钱啊 哦 或者是说呃 对于资产这件事情 呃 安排的齐存了哦 如果有类似像这样的讨论哦 在明年也很容易因为呢 自己对一些主张上面的一些坚持哦 哦 因此呢 就产生了一些摩擦哦 那这是对于属兔的朋友在明年特别要去注意的哦 但除此以外呢 只要能够留意身边这些人的情绪哦 也留意到您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于他们的影响哦 其实呃 呃 所谓冲太岁的一年啊 对属兔的人来说 呃 反而呃 看起来还是颇有成果的一年哦 所以要呃 呃 建议啊 属兔的朋友其实明年 事事啊 都会如意啊 唯独呢 在呃 做任何主张之前啊 务必要好好征询你 呃 身边的亲友的意见哦 同事啊 长辈的意见哦 在得到他们的意见之前啊 不要贸然行事哦 所以呢 对属兔的朋友明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凡事要听看听一下哦 呃 只要做好这一点哦 其实呃 冲太岁的一年 仍然可以平安 有愉快的度过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好几个生肖要讲哦 但呃 还是就请在这边卖个关子哦 稍后片刻哦 广告过后 我们再回来酒吧讲他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李仙阳 那我们今天在碎莫营村的时候哦 来跟大家谈谈12个生肖哦 那主持节目这段时间啊 第一次觉得时间不太够用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的这个生肖是属龙的生肖 那属龙的生肖在明年要非常注意这个获从口出啊 很多不该说的话哦 不该吃的饭哦 千万不要去碰哦 那尤其是自己在呃 跟家人的互动关系上面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失衡的一年啊 所以获从口出啊 在家里呃平常的生活中就很容易出现了 所以因此要在说话之前呢 三思而后行啊 呃千万不要话讲的太快哦 因此呢就影响了身边的人对你一些评价哦 这反而会造成明年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都给大家预先的做了一些判断哦 啊 你觉得说你可能会坏事啊 你可能会砸锅了哦 这是非常需要谨顺跟留意的哦 那另外呃属龙的生肖在明年要留意财务方面的控管哦 那可能因为想要花的钱太多 想要做的事情也太多哦 所以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平衡点的哦 所以因此在金钱的这些运用上面 那可能也会减损你过去可能会有的积蓄哦 呃特别是在投资啊 呃在这些金融工具啊 金融商品的这个选择上面 呃要比较呃谨慎而为哦 那在感情方面哦 明年呃容易或从口出的这个鼠龙的朋友哦 在感情上面虽然不至于呢 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哦 但是呢要稍微注意一下 呃明年在呃情感面上 其实桃花的问题是多了一点哦 哦不管是您自己哦 或是在跟另外一半的互动关系上面 呃必须要谨慎哦 哦会不会呃因为其他呃第三者的影响哦 或者是其他人对您呃所表示的好感哦 所以呢引起了自己在跟另外一半的关系上面呢 可能会有些紧张哦 当然了如果你仍然是单身哦 那明年这个鼠龙的朋友其实桃花是特别旺的哦 所以特别有机会在这一年呢 呃找到你人生的另外一半哦 但是有这么好的运势呢 当然还是要注意我们刚刚前面跟你提到的哦 鼠龙的朋友今年说话 无必要谨慎啊 哦该赞美的时候赞美 想要提出任何的这个建言哦 对于你的另外一半 也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伤到别人的自尊哦 那在工作上呃明年呃应该多看看其他呃外面不同的人 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哦 所以呃明年是一个应该是要呃 有这么一点他山知识不可攻措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哦 就是呢 凡事呢可以去掺着别人的一些做法跟意见哦 呃不要局限在自己过去啊 呃一直以来的这种风格或是呃做法哦 这可能可以让这个鼠龙的朋友在明年可以看到呃非常多新的工作的契机 好 接下来呢是鼠蛇的朋友 呃鼠蛇的朋友明年很可爱哦 就是呢什么事情呢都想要把握好哦 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兼顾到 可是呢反而因为是这样子哦 所以非常多的事情往往因此容易呃产生一些呃状况啊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想做的事情的没有办法啊按时做好啊 不想做的事情的偏偏又啊早上门来哦 所以时间上的安排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特别是呃预计的进度哦不能达成哦 这才是鼠蛇的朋友明年呢最大的一个挑战哦 那在工作上面呢由于外在环境形势呢 似乎对于自己做下决定呢有非常多的变数哦 这也倒是鼠蛇的朋友明年可能在这个工作上面哦 在生活上面呃必须要临时解决的状况很多了哦 所以会建议鼠蛇的朋友明年呢还是要把事情的轻重给分出来哦 什么事情最重要哦还是尽力的把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先行达标哦 然后呢其他的事情再好好的一一解决哦 这样虽然不能让你事事圆满哦 可是至少不会让你这个呃搞错了这个事情的轻重的方向哦 所以呃这可能是对于鼠蛇的朋友啊明年一个比较好解决问题的一些心态哦 那特别在人际关系上面呃也有类似的问题哦呃呃尤其是呃计划跟朋友一起完成了一些这个目标哦 也许你明年呃跟朋友呃约好了啊要到要到这个打巴尖山哦去去登山哦 哦那这么一个行程呢呃可能就会因为您自己在工作上事先的一个愈化 没有没有得意哦哦因此常常临时要放弃啦哦 或者是说呃可能必须要提前脱队啊种种哦 那这都是属婆的朋友明年特别容易遇到的状况哦 那只要能够排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哦在明年的发生 其实明年整体来说这个鼠蛇的朋友在财运上面了 还算这个呃稳健哦在工作上面的获得哦还有其他的业外的收入哦 那在明年其实都颇有机会了哦那在工作上面呢其实也能够得到贵人的协助哦 在长辈啊还有在这些上司呢对你来说呢仍然是非常的支持哦 所以呢只要能够把事情的优先顺序安排好啊重要事情的提前 先做一些规划哦那其实对鼠蛇来说呃时间上分配不均的问题呢 自然能够迎刃而解哦但这个鼠蛇的朋友在明年要注意身体健康咯哦 因为太多事情要兼顾了所以心脏啦心血管啦哦还有眼睛啦哦 这方面呃特别要留意呃好好地维护啊千万不要因为太过的疏漏哦 所以呃造成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接下来是鼠蛇的朋友呃鼠蛇的朋友明年其实呃做起事来非常有效率哦 那有效率的同时呢还能够兼顾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收获哦 那其实很不简单哦我们刚提到的收获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应该 获取的一个薪水哦在明年搞不好会有加薪的机会哦 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在生活层面上面呢因为能够得到大家对你的支持哦 所以明年似乎看起来的大家对您都颇会满意啦 呃不过呃好的一年哦呃还是有一些问题必须要去谨慎处理的 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明年如果有一些海外的哦或者是说有一些出国的行程 那要留意于时间上的安排啊呃会不会容易有这种飞机污点啦 或者是说时程安排的这些呃时程跟呃在国内的工作啦呃没有事先规划好 所以因此产生了一些冲突啦那另外一个跟同事之间啊尤其啊的同事之间呃也容易因为工作上的安排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容易有一些沟通上的误解那这些误解可能会造成您在旅行的过程之中啊 似乎是没有办法好好放假了啊 所以解决不完的问题呢反而因此让您的这个假期啊 看起来不是这么的完美啊工作于娱乐于娱乐于娱乐于工作的啊 所以对于数码的朋友明年要注意的事情啊 其实最关键的啊反而就是在您离开工作啊 在您拥抱假期的时候可能出现的这些状况啊 往往是会让觉得数码的朋友在明年似乎还不错的一年呢 有了这么一点小小的遗憾啊那另外一个也要注意呢在这个2017年啊 数码的朋友特别容易在感情方面跟另外一半有一些呃言语上的冲突啊 那冲突的原因啊往往是跟呃身边的家人有关啊 跟另外一半的家人跟自己的家人有关啊 所以呢可能如果涉及到属于这种呃双方家庭的一些敏感问题啊 呃不妨在明年缓一缓啊 如果呃可以不谈的啊就暂且割下 那呃如果非谈不可的话呢 那最好好好的先做一些沙盘推演啊 不要贸然的啊就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给说出口啊 那最后呢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啊 可能还会让彼此之间呢呃产生了很多借地啊 那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如果延续了一整年啊 哦反而会影响到这个属马的朋友哦 明年自己呃在各方面的好心情了 好那这个属羊的朋友哦 明年处在一个呃活力相当充沛的一年哦 我们讲活力充沛是代表呃属羊的朋友 其实明年非常多的事情其实都处在当下哦 就是随时随地呢都有一些新的问题要面对 然后呢自己也很能够在第一时间好好把问题解决哦 那属羊的朋友明年其实呃 呃低流感特别好哦 所以很多问题呢其实还第一时间呢可能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案 但是呢已经可以预判这件事情的成果哦 所以低流感很好的这个属羊的朋友哦 哦其实在新的一年可以多多留意下自己的所谓的专业判断哦 哦也许可以帮自己在第一时间就定下了一个目标跟方向哦 好好朝这个方向来规划哦 往往都能够很快的得到好的成果 但是在工作上面呢呃稍微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就是工作上终究还是以执行的绩效为主哦 但是往往在执行绩效呃完成这个目标的一个同时哦 是必须要兼顾啊考虑到呃预算的分配哦 对于属羊的朋友其实明年各方面呢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哦 就是把呃目标达成所必须要运用的这些资源在分配上哦 还有在这个呃资源的这个供给上面哦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安排这个适当的问题哦 那这问题当然可大可小哦 有些时候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哦 所以老板虽然对您的这个目标呃相当满意哦 但是对于这个呃资源的运用跟分配上面哦 可能会有维持哦 那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在跟这个家庭的关系 那也要注意哦呃明年因为自己有非常多的时间 其实可能都要呃专注在您自己的工作上面哦 即便您是家庭主妇哦 也可能会因为明年有属于您自己希望能够尽快去完成的一些呃工作啊 或者是说也许您学了一门新的一个呃手印去上课哦 你把时间投入太多那可能也都会造成自己在生活上面哦 尤其是家里可能需要的开销哦 会因为您自己所投入的这个资源太多没在这个地方哦 所以就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哦 这是务必要谨慎跟小心的哦 那尤其是这个家里已经有小朋友的哦 也要注意哦 现在很多父母啊都很喜欢让小朋友学非常多的才艺哦 那学的才艺很好啊 当然大家都很开心哦 但是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现在学才艺的这个费用也不低啊哦 那学到十八般五亿哦 这个您赚钱的本事也要十八般五亿了哦 不然都根本不够花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呃讲完鼠羊的朋友哦 我们应该要谈的是哦 鼠猴的朋友 呃鼠猴的朋友明年很有趣啊 哦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 明年鼠猴的朋友几乎都在考量别人的事情了 那很多问题呢都跟自己无关哦 但是个自己可能就情不自禁了 想要投入其中哦 协助别人解决问题哦 所以明年鼠猴的朋友跟超人一样哦 自己的问题都不太关心哦 同样关心身边朋友的问题哦 所以明年呃鼠猴的朋友几乎是大家的福星了哦 什么问题似乎都可以找你帮忙 啊而你也非常乐意来协助大家解决问题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哦 所以在工作上面了很多让自己分心的事情反而不好 让自己的能够专注解决属于自己也必须要尽好分类的责任哦 所以呢在这个工作室上要注意哦 会不会因为呃时间投入在其他哦 别人的专案上太多哦 因此呢就失去了自己该有的分寸哦 那另外一个在财运方面 也因为我们刚提到哦 有太多别人的事情的关心哦 因此有非常多的钱哦 可能拿来呃疏通啊问题啊 什么疏通并不是贿赂哦 而是可能为了要协调朋友的这些争执了哦 可能要解决朋友的问题啊 所以恐怕 哎掏腰包请吃饭的也是自己啊 这个花钱 哎帮朋友解决问题又是自己啊 所以很多钱呢 很多资源又花在其他人的身上啊 这还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啊 所以这个 属后的朋友明年根本就是个散财童子啦 哦 所以要注意小心自己的核爆啊 在明年大失血 那在工作上面呢 如此啊 生活上如此 因此呢 呃 更要注意的是属于自己最重要的那一块哦 就是身体的健康哦 对于这个属后的朋友明年可能难免在交通上面有这么一点小小的风险哦 所以务必出门在外呢 呃 留意啊 交通工具的选择哦 也不要呢 在时间上面过度的充满哦 造成自己的一些呃 麻烦哦 那这个都是这个属后的朋友 明年一定要留意的 那感情上面还不错哦 能够让朋友啊 让呃 另外一半啊 都非常满意啊 钱都花了应该还满意了 但是呢 这似乎不是一个做事的好方法哦 今年钱花了明年如果不这么做啊 那日子就难过了哦 所以还是要重视一下啊 那在感情上面哦 属于那个比较感性那个层面哦 你呃 你爱我啊 我爱你啊 这些肉麻的话还是多讲一点哦 这个可能会比较实惠一些了 好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又要休息一下了哦 那马上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 我是李仙阳 欢迎回报 酒吧新闻台 酒吧讲堂的节目现场 我是李仙阳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个 2017年12生肖的运势哦 那用比较随性的方法 跟大家聊一聊哦 12个生肖在明年可能特别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哦 那因为时间上的限制哦 我们都挑重点来说哦 也就是每个生肖比较需要注意的部分呢 我们特别聊一聊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的 那就是今年的主角哦 就是鼠鸡啊 鼠鸡的朋友 鼠鸡的朋友跟这个鼠兔的朋友哦 呃一样哦 我们今年叫做做台穗哦 所谓的做台穗啊 因为今年是主角嘛哦 所以很多的这个目光啊 特别容易 集中在鼠鸡的朋友身上哦 那其实对于鼠鸡的朋友来说 新的一年呢 不晓得为什么哦 鼠鸡的朋友 今年就特别感性的起来哦 对任何事情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属于这种精神层次啊 比较升华的想法哦 所以呢 不管是跟朋友的关系 跟亲人的关系 跟家人的关系 甚至呢 跟这个公司同事的关系啊 呃心里都免不了啊 会去思考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啊 呃会想想以后跟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啊 会未来的一些可能的想法是什么啊 所以呢 想象空间变大了哦 可能就会因此模糊掉了 呃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分纪啊 那这样是一个含蓄的说法啦 那其实就是说在公司啊 在同事圈子里面呢 比较容易诱发自己呃 对某人的一些情愫啊哦 呃 不管是感情的情愫啊 或者是对于朋友关系之间的啊 的某些纠葛啊 特别容易啊 把理性跟感性给纠结在一起啊 所以明年暑期的朋友要注意啊 在呃面对任何问题啊 可能会模糊对方的角色啊 因此造成自己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 显得犹豫不决啊 比方说你的同事呢 同事又是你的好朋友啊 所以很多公事呢 应该要公事公办的 反而因此让自己不能够做一个 非常理性的一个判断啊 或者是说 您跟您的另外一半 其实同样都是事业上的伙伴啊 那明年一年对于暑期的朋友 也容易因为角色上的模糊啊 所以因此呢 有一些冲突呢 往往不是在工作上面 应该有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理性的表现 所以暑期的朋友 明年可以好好检视自己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先厘清楚 到底自己是用什么样的角色 跟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啊 先把自己跟对方的关系先厘清楚 其实往往能够让你做出一个 好的决定跟判断啊 毕竟 明年对暑期的朋友来说 呃 情绪的干扰啊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不妨先从角色上面的一个判断啊 先做一个厘清啊 这会有助于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啊 那除此以外呢 在明年 2017年啊 这个暑期的朋友也要注意自己在财务 还有在这些投资的规划上面啊 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些疏漏哦 那在过去呢 如果你买了一些基金啊 或是长期的一些投资的商品啊 那也应该在明年呢 好好检视他的绩效哦 如果这个应该要挺立啊 应该要挺顺的哦 都应该在明年呢 呃 做一个思考跟一些改变哦 那在这个呃 身体健康哦 也是特别要去提醒这个暑期的朋友哦 明年容易在这个呼吸道啊 咽喉啊 这一块呃 或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暑期的朋友 明年在常会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 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明年太多愁善感哦 所以茶不思饭不想的啊 我也不知道哦 你自己看的办啊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要留意自己 呃 给自己所带的压力跟呃困扰哦 那明年暑期的朋友哦 呃 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哦 其实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些收获 那什么样的收获呢 那呃 呃特别是在一些工作呃的一些伙伴上面哦 那因为其实明年暑期的朋友 心思是很细腻的哦 所以呢 如果希望能够跟朋友建立一些好的更紧密的关系 其实明年其实还蛮适合的哦 所以不妨在这件事情上面给自己更多的一些 呃一些思考哦 或许明年可以让你找到这个难得的好朋友哦 呃成为呃长久的工作哦 或是生活上能够互相呃扶持的伙伴 这似乎是明年呃这个呃呃 呃属鸡的朋友啊 其实收获最多的部分 好 那属狗的朋友呢 明年要注意啊 凡事要比较稳重稳健的来进行哦 在工作上面呢 应该要依循自己呃既有的规划来执行哦 那过去呢已经订定好的目标 呃最好就能够照着这些目标来聚焦来前进哦 如果离开您过去已经这个累积很久的方向 呃其实呃最好能够有一些取舍哦 因为对于输狗的朋友来说 您这个去年呃规划要做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哦 如何在这些目标上面呃能够继续呃前进去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因此太多旁骛哦哦 太多这个琐碎的其他衍生出来的事情呢 应该要尽量了来做一些梳理哦 避免自己在为这些鸡毛算品的事情呢 呃花费太多的时间 那明年呢对于输狗的朋友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好好把握身边资源的一年 那由于不管是在公司的同事啦 哦或者是说在朋友之间呢 能够有一些好的合作的机会哦 因此呢明年输狗的朋友可以多多在人际关系上面下点功夫哦 帮自己呃新的一年所要进行的计划呢 能够做一个更积极更好的规划哦 这都会有助于这个输狗的朋友 明年能够达到自己所预定的目标哦 但是对于输狗的朋友仍然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哦 其中之一呢就是跟上司跟长辈的关系哦 比较需要自己更圆融的态度了哦 好好把你的想法跟上司跟长辈沟通哦 有助于这些问题在窃窃执行的时候呢 不会遭遇到来自于他们的反对啊 另外出门在外啊 输狗的朋友明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呃到外地啦 工作或者是说呃因为这个生活上的需要啊 或者是说既有的安排哦 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旅行 在这个规划跟计划上面呢 也要注意在实践的分配上面 还有形成的规划上面哦 不要这个太过度呃相信哦 是否可以事事顺利哦 哦那这些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可能包括呃气候啊哦 或是说当地的某些这个呃政治经济的问题啊哦 所以要注意你出外旅行的地方呢 是否一切顺利哦对了哦 还有这个是不是一些所谓的疾病管制的地区啊哦 不要太觉得自己这个红运当头啊 凡事都不都可以迎刃而解哦 类似这种出门在外的问题 反而要务必谨慎哦好 那另外在身体健康 要留意自己在水分上面的补充哦 也明年可能在自己的肾脏啊 膀胱啊这方面 呃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 是自己必须要谨慎去呃注意的哦 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作息 不要让自己因为工作哦 或是其他的原因哦 因此太过于疲累了哦 这对于苏果的朋友来说 明年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呢是属猪的朋友哦 也是12生肖的最后一个哦 那呃 我不晓得刚刚说那些有没有哪些东西 呃让呃 听众朋友觉得有些有些遗漏了哦 或许我们也会再重新把这些资料整一下 没必在我的脸书啊哦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 这个属猪的朋友 要明年要注意几件事情啊 其中注意呢 是自己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呢 呃反而太理性了 我跟刚刚那个属机的朋友 截然不同哦 非常的隐性哦 什么事情呢 一切呢 都啊 向前看哦 比较从事情的实质上的根本来做 呃 解决 这个其实在工作上面或许是一个 比较有效率 也是一个比较果断的做法哦 就是反正呢 先指指核心了哦 先从这件事情对公司啊 对达成目标是否有利来思考 不过也因为如此呢 对属猪的朋友来说 明年反而是一个容易在人际关系上面 发生摩擦的一年 好 不管是对上司跟主管 或者是跟通 呃身边的伙伴 都比较容易在事情的一些呃 规划上面呢 有了一些冲突哦 那这些冲突往往是因为自己希望达标的目标的这种 渴望哦 呃 太过 深切哦 所以因此呢 呃 没有仔细去评估您周遭协力的伙伴 是否能够用您的节奏哦 用您的方法来进行 呃 这是呢 明年属猪的朋友呢 特别容易遇到在呃人际关系上面所带来的问题哦 另外就是在工作上面其实明年属猪的朋友呃工作上的成就其实相当的呃 丰沛的哦 呃 既有在努力的方向 其实是不仅能够得到很好的成果 也能够因为这样的成果帮自己 获得更多哦 哦 所以属猪的朋友明年要注意哦 呃 呃 身边的朋友 仍然是你很重要的资料 仍然是你很重要的资助哦 另外呢 在感情方面 属猪的朋友 明年其实是一个非常目标主义的人哦 会不会因为自己投入的来工作的时间太多哦 反而少了跟家人哦 跟这个另外一半能够互动呃能够相处的时间哦 虽然呢一年的时间很快哦 也许大家可以互相在生活上面呃有更多的一个支持跟协助哦 但是呢稍微留意一下呃大家在最近事情上面心里还有实质上的一些付出哦 这个适当给一些呃温暖的这些呃甜甜蜜语哦 其实呃反而能够得到呃身边人更多的这种谅解哦 跟支持哦 这其实是属猪的朋友在明年必须呃也应该要好好做的哦 另外在这个出门在外哦 明年可能容易产生这些时间延宕的问题哦 就是预化的时间跟实际上的时间往往容易出错 哦那这是属猪的朋友在明年呢比较特别需要留意的地方 另外属猪的朋友呃 如我们刚刚提到哦人际关系虽然有很好的面向 可是也容易跟这个老朋友翻脸了哦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埋下未来在工作上面造成自己的一些困扰哦 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哦 似乎呃就是会造成困扰哦 所以呃属猪的朋友恐怕要未来年哦 也就是抖年这一年哦 先预好预先做一些准备哦 在这个2017哦 新的一年啊 反而呃应该在人际关系上面多多谨慎哦 虽然对属猪的朋友来说 明年是工作上比较卓著的一年 但千万不要为了工作上的卓著而牺牲呢 跟身边呃亲朋好友的关系哦 那些人是很不值得的 好 我们今天用很快的速度哦 真的是有史以来自己第一次觉得时间不太够用哦 来跟大家好好分享在2017年丁有年哦 这一年12生肖每个朋友都应该要留意的问题哦 那问如何 还是预祝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凡事都能够顺顺理理 祝福你在工作上在财运上哦 在人际关系上面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愿望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酒吧讲堂再见 酒吧讲堂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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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